HELLO 大家好 現在Shawn在3.7版的試車場 閃機戰即將在近期更新 這次的更新會推出兩台新的金幣車 分別是7階的M6A2 E1以及8階的M6A2 E1 EXP 今天就有Shawn來幫大家做些簡單的試駕 體驗一下這兩台車的基本特性 我們這次試駕的車款是M6A2 E1以及M6A2 E1 EXP 這兩台車都是基於M6的基礎開發出來的後續車型 所以外型上與M6非常相似 就像是M6換了砲塔一樣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M6A2 E1這台7階車的基本特性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火力的部分 金門砲口徑為105mm與T29 T32頂砲同款 每分鐘發射4.81發 AP彈穿透力198 金彈APCR穿透力245 高爆彈53 殺傷力AP彈和金彈都可以造成300E的傷害 高爆彈則是400 100公尺的擴散度為0.403 非常具有美國車的水準 包含移動中擴圈後的瞄準時間為5.7秒鐘 機動力這台車車重達到66.96噸 引擎馬力輸出為960匹 推重比每公噸14.3匹 最高時速29公里 車身轉向速度每秒鐘25.03度 砲塔轉向速度每秒鐘23.99度 防護力血量達到1300 車身裝甲正面191 側面44 背面41 砲塔裝甲正面191 側面89 背面208 視野率250公尺 從以上的特性來看 這台車在七階之中算是一台很穩扎穩打的車 有著很棒的穿透力 可靠的正面裝甲 優異的扶腳 以及還算可以接受的機動力 在正面面對敵人時 巨大的車體可以給對手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懾力 陣地戰的對砲可以利用優異的扶腳 及正面的裝甲壓制對手 但巨大的砲塔還是有一些弱點 必須保持小幅度的移動 防止對手的有效射擊 而今天我們找來了七階大家最常遇到的IS 來對今天的主角M6A2E1做實彈射擊 我們可以發現IS在不上金彈的狀況下 不容易擊穿正面 上了金彈後還是有部分區域無法穿透 如果車輛能夠保持微幅的移動 IS的瞄準難度又更高了 而我們以機動力的角度來看 這台車的急速及加速性能明顯不夠快 轉向速度也不太夠 在六階M6上使用的中坦衝鋒形式打法 在M6A2E1上變得難以施展 加上DPN先天上的劣勢 使得這台車必須避免落單 或是一對一面對對方快車 和隊友在一起做進攻是比較合理的打法 緊記每一台車大約的裝潛時間 以及每一台車的火炮殺傷力 選擇你能面對的敵人 這將是在戰場上打出高效率的重要關鍵 好我們接下來的介紹是M6A2E1EXP 這台八階重坦 這台車在外觀上除了炮塔與炮管上有做升級之外 依舊是使用M6的車身 但車身正面多了一個傾斜式的裝甲 在面對更高階的車輛會有更好的防護效果 我們就從火力的部分來跟大家做介紹 這本炮口徑為120AM 與美國八階重坦T34同款 每分鐘發射4.17發 AP炭穿透力248 金彈APCR穿透力297 高爆彈60 殺傷力 AP彈和金彈都可以造成400點的傷害 高爆彈則是515 100公尺的擴散度為0.336 相較前一台精準不少 而瞄準時間則是6.1秒鐘 在機動力的部分 M6A2E1EXP 車重達到67.35噸 但引擎還是跟上一階同款 馬力輸出依舊是960p 推重比每公噸14.25p 最高時速29公里 車身轉向速度每秒鐘25.03度 炮塔轉向速度每秒鐘23.99度 防目力 這台車血量1500 車身裝甲正面191 側面背面分別是44與41 炮塔裝甲正面191 側面89 背面208 視野率250公尺 看完了裝甲特性 在這邊也找來了八階重坦Lowie 針對M6A2E1EXP 正面裝甲做4射 在還未上金彈時 我們可以發現砲塔已經有一些弱點 會有被擊穿的可能性 而上了金彈之後 前裝甲彈砲機率會降低很多 在面對敵人要不停微幅的移動 降低敵人的命中率 M6A2E1以及M6A2E1EXP 除了外型相似度非常高之外 連打法也非常相似 兩台都是屬於陣地型作戰的車輛 由於這兩台車的引擎共用的關係 M6A2E1EXP開起來又比前一級車輛更為緩慢 直線加速反應有些遲鈍 轉向速度的不足 很難面對中型坦克的側襲 這個時候只能相信自己的隊友 盡量找到前方的陣地做推進 找到自己的岩蔽物 而DPM兩台都不高 7階的大約1500左右 8階則是1668 和同階相比 火力上是絕對討不到便宜 雖然這兩台車的機動力水準一般 而開場時更應該要快速進入陣地做扛線的動作 打法上也需要更有耐心 直到對手的血量缺距的劣勢 就可以刺激果斷的向前進攻 獲取最終的勝利 而幾乎每台美國車都有優異的扶腳 這兩台車也不例外 面對敵人可以善用扶腳的優勢 找尋對自己有利的地形做麥頭的動作 或是做一些擺腳 當然我們在前面有示範過可能會被擊穿的區域 盡量減少弱點暴露在外面的機會 介紹完這兩台車的特性之後 需要來幫大家整理一下這兩台車的優點及缺點 優點的部分 這兩台車都有相較於同階較高的穿透力的砲 這一點可以減少精彈的使用 提高賺錢的效率 車身的前裝甲及砲塔裝甲都具備相當的厚度 只要守備陣地的方式做於推進很佔優勢 優異的扶腳搭配麥頭 可以在起伏地形上發揮最大的效果 而缺點的部分 這兩台車在火力與機動上 對比同階重坦可能都趨於劣勢 但美國七八階重坦 除了T32具備優異的機動力之外 T29、T34的機動力都不是強項 玩習慣美國車節奏的玩家 應該可以輕易的上手 砲塔的裝甲有部分容易被擊穿 加上砲塔的面積太大 弱點更為明顯、好瞄準 為了避免被對手擊穿 需要做小幅的移動 側面與背面的裝甲過於薄弱 車體太大不太好藏密 這幾點都是大家需要去適應的部分 最後我們來說說這台車在遊戲內的功用 這台車有點偏向於做苦工或是扛線的車輛 第一是因為沒機動 第二是沒有火力 但在隊伍中又是不可或缺的主力角色 不論何時都建議快速進入陣地 尋找你的隱蔽物 阻擋對方的進攻 給對方的中坦 製造更多的側襲對手的機會 好 我們今天試駕的心得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會持續幫大家帶來更多的新車試駕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跟著我 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然後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 感谢观看